多麼感激老徒相遇上你 踏遍高山低谷 唯獨你為我撐起 跌過痛過被危險 出道未夠三個月就已經成為人氣王 不單是率先彈出宣布舉行柱南騷 這日他更加首次以歌手身份搭足錄音室 錄製他的第一首個人歌曲 你一在原地 好 非常好 這個感覺不錯 爆得很漂亮 面對這麼多突如其來的機會和挑戰 廢字都覺得有點難以置信 對 很夢幻 很興奮 因為每一個歌手都想學望 終於實現到了 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第一首歌 究竟有甚麼特別 因為我喜歡唱一些傷心一些 有些感情的歌 我是喜歡這類的 這首歌就是這些 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知道這首歌的故事是張老師 特別為你而寫 亦都是關於你的 是 其實關於我老婆的 我和我老婆的感情 戀愛故事 戀愛故事 他又未去到戀愛故事 他在講的是 我們心情的一面 他的故事是很簡單的 但有很多心情的東西在裡面 這次演唱會是第一次公開唱這首歌 是 第一次公開的 第一次以歌手身份錄音的輝子 心情當然很緊張 不過擔任輝子音樂總監的張家誠 就對輝子的表現非常滿意 還大讚他的狀態 真是很合理 很漂亮 我覺得他現在操作得最好 因為剛剛做完那個比賽 狀態是最合理的 所以他第一次進來錄音的感覺 我覺得 哇 狀態很好 很準備好錄音 所以我是有驚喜的 這首歌因為都是很難唱 他又第一次OK 唱得很好聽 還觸碰到我 這是我的第一第一印象 哇 而接下來輝子將會迎接他另外一個大項目 就是舉行他首歌個人演唱會 最近他除了努力練歌和排舞之外 原來還有默默操機 看來變大隻佬這個夢想 都不是不可能 會脫 我給大家看 是 嘩 我幫大家看 你拉高一點 嘩 大家看 有的 真的 不知道又沒有了 有 縮手又沒有了 到時會 到時會不會脫 嗯 兒童不兒 兒童不兒 我怕脫沒有問題 但我怕被人打 所以還是不好 媽媽會不會上台 問了沒有 我有問他的 他怎麼回答你 他就說 他當然是甚麼 零頭的 通常這些 我自己準備一兩首 他都適合唱的 嗯 到時我會抓他 看看會不會 等看 會不會